大家好,我们本节课呢来讲解数据结构面试题剖析当中的交换排序 交换排序呢,它是一类借助交换进行排序的方法 它的主要思想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首先看它这个主要思想 主要思想,在带排序序列当中选两个记录 在带排序序列中选择两个记录 将它们的关键码进行交换 如果返序 则交换它们的位置 这个是什么呢 将它们的关键码进行比较 好的,关于我们的交换排序呢 我们本节课呢来讲解三个 一个呢是起泡排序算法 第二个呢是快速排序 快速排序的话呢 我们分为两个呢 就是快速排序的一次划分算法 以及呢我们快速排序的一般算法 好的,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起泡排序 起泡排序算法 起泡排序算法呢 它是交换排序当中最简单的排序方法 它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呢 两两比较相连记录的关键码 如果返序 则交换 直到没有返序的记录为止 这就是我们起泡排序 就是两两比较相连记录 在起泡排序当中呢 我们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呢 第一个呢是 在一趟起泡排序中 如果有多个记录位于最终位置 我们应该如何记录 第二个呢 如果我们第二个问题呢 什么呢 如何确定起泡排序的范围 使得已经位于最终位置的记录 不参与下一趟排序 第三个是什么呢 是如何判断起泡排序的结束 这就是我们的起泡排序的三个问题 对于我们第一个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在一个在一趟起泡排序当中呢 如果有多个记录位于最终端 应该如何记载 如何记载 多个记录 位于最终位置 解决他的方法呢 什么呢 将整个带排序的记录 序列 划分成有序区和无序区 初始的时候呢 有序区为空 无序区包括所有带排序的记录 这就是他的解决方法 第二个呢 是什么呢 如何确定起泡排序的范围 如何确定起泡排序的范围 使得已经位于最终位置的记录 不再参与下一趟排序 他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 对无序区 从前向后 依次的将相邻记录的关键码进行比较 如果反序则交换 从而呢 使得关键码小的记录 向前移 关键码大的记录 向后移 然后呢 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 如何判断起泡排序的结束 如何判断起泡排序的结束 我们呢 是重复我们的第二步操作 直到无序区当中没有反序的记录 就可以判断 接下来呢 我们关于我们的起泡排序呢 我们来写他的这个 呃 世界家的这个时间代码 起泡排序 Void BullBullSort 第一个参数呢 硬材型的这个数组 就是存储我们的带排序的序列 硬材 然后呢 我们来实现它 首先呢 我们设置 硬材型的 Exchange 等于N 第一趟起泡排序的区间是 1到N 第一趟 其泡排序的区间是什么呢 1到N 我们就Val Exchange 不等于0 就是当上一趟排序有记录交换时 上一趟 上一趟 排序有记录交换时 我们就进行我们的Val排序 Val循环里面 首先 Bund 等于 Exchange Exchange 等于0 4G 等于1 G 小于Bund 这下 我们的这个 是什么呢 一趟 排序 排序 区间是 1到Bund 复循环体里面呢 我们来判断 FRG 大于R J加1 则什么呢 RJ 就是Swap Swap 这个RJ和RJ加1 这是Swap 我们在这里 Swap代替 我们不给大家实现 然后呢 让我们的 Exchange 等于G 这是什么呢 记载 每一个 记录 交换的 位置 好的 这是我们 起泡排序的 这个时间过程 起泡排序 算法的执行时间呢 取决于 排序的 趟数 它取决于排序的趟数 在平均情况下呢 起泡排序的 时间复杂度 与最坏情况数 同数量级 起泡排序呢 它只需要一个记录的辅助空间 用来作为记录交换的暂存单元 起泡排序呢 它是一种 稳定的 排序方法 它是一种 稳定的排序方法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第二一种 快速排序 快速排序呢 它包括两种 快速排序 依次划分算法 以及呢 我们要打 快速排序算法 快速排序呢 它是对起泡排序的一种改进 改进的着点是什么呢 在起泡排序当中 记录的 比较和移动 它是在相邻位置进行的 记录每次交换 它只能够后一一个位置 因而呢 总的比较次数和移动次数较多 而在我们的这个快速排序当中呢 记录的比较和移动 它是从两端 向中间进行进行的 关键码较大的记录一次 它就能从前面移动到后面 关键码较小的记录呢 一次就能从后面移动到前面 记录移动的距离较远 从而呢 它减少了总的比较次数和移动的次数 快速排序 它又称为分区交换排序 它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呢 首先选一个轴值 将带排序记录 划分成独立的两部分 左侧记录的关键码 均小于或等于轴值 右侧记录的关键码 均大于或等于轴值 然而呢 然后呢 我们进行分别对这两部分 重复我们的刚才的过程 直到整个序列呢 有序 显然的话呢 我们快速排序呢 它是一个低规过程 它是一个低规过程 在快速排序当中呢 首先呢 我们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呢 第一个问题 如何选择主值 第二个问题 在带排序 序列中 如何进行 划分 通常叫做一次划分 第三个 如何处理 划分 得到的两个带排序子序列 第四个 如何判断 快速排序的结束 我们对于问题一而言 选择轴值 有多种方法 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呢 选取第一个记录的关键码 但是呢 如果 带排序记录 它是正值 或者说是正序 或者说是逆序 就会将除逐值以外的 所有记录 分到轴值的一边 这是快速排序的最坏情况 还可以选取中间记录的关键码 或者说是 在每次划分之前 比较 带排序序列的第一个记录 最后的话呢 一个记录和中间记录的关键码 选取居中的关键码 作为轴值 并且呢 调换到第一个记录的位置 至于第二个问题的这个解决呢 我们对带排序序列 进行一次划分的过程 包括处置化 右侧扫描过程 和左侧扫描过程 然后呢 重复我们的右侧扫描 和左侧扫描就可以完成 还有呢 就是他们这个 如何处理划分得到的这个排序 自序列 这个呢 就可以很好的解决我们 就是上刚才呢 可以很好的解决我们的这个划分和结束 好的 对于我们的 一次划分 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快速排序的一次划分的这个尾代码呢 我们在本节课呢 来给大家进行这个实现 一次划分 一次划分算法的尾代码 好的 首先呢 首先呢 我们第一步呢 是 将 FG 分别指向 代划分 区间的 最左侧记录 和最右侧记录的位置 第二步是什么呢 重复下述过程 重复 下述过程 直到 I等于G 什么过程呢 第一步呢 是 右侧扫描 直到记录 G的关键码 小于 小于 轴纸 记录的关键码 然后呢 第二步呢 如果存在 划分区间 则 将 RG 与什么呢 RI 交换 并且呢 执行 I 交加 然后我们来看第三步 2.3 左侧扫描 左侧扫描 直到 记录I的关键码 大于 大于 轴纸 记录的 关键码 第四步 探断 如果 存在 划分区间 则 将 RI 与 RG 交换 并且呢 执行 G- OK 进行了我们这个循环 就退出我们第二步循环之后呢 进行我们的 第三步操作 就是退出 循环 说明 I和G 指向了 轴纸记录 的所在位置 所以呢 我们就返回 该位置 这就是我们一次 划分算法的 围代码 好的 根据我们的 围代码呢 就很容易写出 它的CIA 实现代码了 接下来呢 我们 再来看 就是我们 呃 的这个 交换算法当中的 快速 排序 算法 整个快速排序的过程呢 它可以 递归进行 如果 排序序列当中 只有一个记录 则 结束 递归 否则的话呢 进行一次 划分之后呢 再分别对 划分得到的 两个子序列 进行快速排序 就是我们的 递归处理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快速排序 算法的 递归处理 Void QuickSought In the first In the first In the end 三个参数 首先呢 我们第一步呢 是区间 判断什么呢 区间 长度 区间长度 大于一 执行一次 划分 否则 递归结束 就判断if什么呢 first 小于 按则 则我们就进行 一次划分 一次划分呢 它有一次划分的算法 pervolts 等于 petition 就是一次划分算法 而 first end 当然这个一次算法呢 大家下去呢 自己来实现 因为我们已经给出了一次划分算法的尾代码 可以很好的实现它的这个一次划分 然后呢 如果不是的话呢 我们就什么呢 地规的对左侧子序列进行快速排序 地规的对左侧子序列进行快速排序 我们就调用我们的quit-soc quit-soc 我们的什么呢 r first 然后呢 pv的 减1 再接下来呢 是地规的对它的这个 右侧的子序列 右侧子序列 进行它的这个 快速排序 就地规呢 r pv 加1 end 好的 从我们 这个快速排序的处理过程呢 我们可以看出 快速排序的烫数 取决于地规的深度 取决于地规的深度 快速排序呢 它是一种不稳定的排序方法 它是一种不稳定的排序方法 快速排序 适用于带排序记录个数很大 而且原始记录随机排列的情况 快速排序的平均性能呢 它是迄今为止 所有内排序算法当中最好的一种 因此呢 它得到的广泛的应用 比如说 unix系统的酷函数 storce函数呢 它就是我们的快速排序算法 所实现的 好的 内容呢 我们就讲解这些 包括我们 就是我们的交换排序呢 包括起泡排序和快速排序 而快速排序呢 可包括快速排序一次划分算法 以及快速排序算法的低规实现 下面呢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本节课的作业 根据快速排序 一次划分算法的为代码 完成 它的 C++实现 好的 关于呢 我们的快速排序 也就是 关于我们的快速排序 和起泡排序 也就是我们的交换排序 就讲解这些 谢谢大家